你進來以後吃到香港的菜 看到香港的夜景 看到風景 音樂可能翻譯廣東的音樂 然後我們自己的人是香港人 你吃到的 看到的 聞到的 聽到的 都是香港的東西 那你來這邊就是香港了 小時候就在這種餐廳長大 很多東西會有一些印象在我腦袋裡面 地磚 然後霓虹燈 然後這種窗框 還有那種萬花筒時鐘 彩色玻璃 這些都是以前的茶餐廳一些特色來的 這裡是當地磚 其实也没有说做什么创新 我们现在一直在把传统的味道一直找过来 光找传统的东西来这边做 已经需要很多时间 然后又有很多坚持才能把传统味道做出来 终于我爸爸一开始的想法 就说一定要跟香港一样 最少味道是他在香港吃到的味道 是很异样 他才愿意去卖这个餐 就像煲仔饭的腊肠 还是某一些材料的酱油 可能会用到一些香港品牌的酱油 蚝油 老抽 生抽 这些这种酱汁 台湾是可能比较少人使用 广东菜才会用的 那我们都有想办法把它从香港带过来用 这些酱油 这些酱油 是没有这种酱油 我们都在试过来用 是有关于你的栋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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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